这个齐悦呢 一共有三部令人瞩目的国产电影上映 分别是改变自锦和载小说的 悟空传 古壮武侠片 秀纯岛2 秀罗战场 和武警的军事动作片 战狼2 三部电影呢 都有相当多的动作戏 正可以说是一个激烈的齐悦了 从今天开始 秀纯岛2 秀罗战场开始挡路院线 趁着第二部上映 顺便来带大家复习一下 秀纯岛究竟是一部怎么样的电影 秀纯岛1 讲述三个苦逼的明朝公务员的故事 和现在逃的几层生板的上板族一样 在明朝呢 虽然他们三个身为吉尼卫啊 但是也就是没钱百十岁啊 大个呢 没钱也省不了罐 二个没钱呢 不能给喜欢的顾影书身 三帝没钱呢 就要接受着实行顶秀的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那松话说的好 能用钱解决的事儿哈 那就不叫事儿 但显然呢 在他们这里 没钱那就是最大的事儿 所以等审恋呢 看到一笔可以解决所有人问题的钱 放在眼前的时候啊 太东信了 不只是东信 太动手了 但就是这么一笔钱 却让三个人一同陷入了 钱根本解决不了的危机当中 底层鼓务员 人为言请 还转业北国三十年 但到了关键时刻 三个底层的小组 成了产出演党的关键人物 所以 你们看这部电影价值取向多正啊 派克上夜片 还不忘宣传一下 反腐畅联的重要性 告你 就算是明朝 不管你理由正不正当 只要是行贿受贿 那就没一个好下场 同样 秀春道也是一部男人的电影 这部电影里 几乎所有男性都非常的帅 果然 男导演就是知道 怎么展现男性的魅力 不管他们脸上有多脏 姿态多狼狈 只要能占其事儿 那就是帅一脸男性荷尔蒙 不仅如此 还重点描述了三兄弟之间的友情 各自的爱情和理想 吉尼卫数好挺了 那就是个管 数不好挺的 那就是超廷的打手 但他们也是游学柔柔的小人物 大个呢 为了能生个小管 不断给油腻的上司送礼 二个呢 为了一个不耐他的女人 套信套废 表面上看起来最单纯的三弟 曾经却是个逃犯 三个男人在同一个单位里面 一不小心培养了极慎的兄弟情谊 给周妙通鼠审用不了四百两黄金 表面上沈恋的一击死欲 背后也藏了让自己的兄弟们 过上更好日子的念头 沈恋呢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野心 只想给自己娶个老婆而已 但谁知道啊 却自带倒霉带体质 一不小心害死了他们俩 在沈恋的理想里啊 他放走了魏总贤 自己拿了钱万事大吉 但现实是他电光火深的念头 却毁了自己一切 虽然最后给了他一个 手刃仇刃的结局 但北剧已经酿成 大个的种后 二个的狠辣 三弟的天真 在电影当中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说句实话啊 那当时看秀春导 本就冲着男神长这句的 却一不小心 让静小爷爽导 和顶秀的长导 帅了一连 葬了八戒的造型 完全掩盖不住 这个人物的闪光点 康导帅 骑马领导更帅 顶秀这个人物的存在感极强 不仅有匪气有侠气 还有江湖众人的随性热血 咒语威严 活着几个一正一邪的顶秀 期待着导演 啥时候啊 派完审恋 再来派个顶秀传 我们热情的等着你哦 今天上映的秀春导2 同样延续了第一部的 优良穿筒 服装设计室和美术设计室 在服装和道具的 场景塑造上 可以说是尽职尽责 特别是三兄弟的 匪育服给人物加分不少 配衣上的银色秀线 打斗起来泛飞的裙子 极具压迫感的服装设计 都给片子当中的人物 帅气度满分 同时呢 秀春导2 作为意义的前传 还解决了一些 历史一流问题 让神恋这个角色呢 更加的饱满 朽罗战场当中 神恋处处忙碌 奉忙进闲 相比起第一部 更加有活力 就在预告片 这小眼神啊 已经足够吸引我 买票进电影院了 同时呢 在演员部分 已就延续了第一部 万绿丛丛一点红的粉格 只有杨幂一个女主演 这个闪恋呢 也是有点命苦啊 知诚实义 清诚也不得意 第一部呢 喝流失识荒了 接第二部呢 跟杨幂瞅着也够呛 男演员方面啊 虽然第二部 没有王浅渊了 但是啊 近世间还在 虽然看不到 大师兄耍长岛了 但这部叫掌翼啊 按着第一部 走以为劝坟的路数 搞不好 这次又要被掌翼 进演一把 再加上 最近在我的前半生 演技楚色的雷家隐 这些卡子 放在一起 那就是看点 希望这次导演 已就可以带给我们敬席 好了 不说了 我要去电影院 给男神贡献票房了 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想要看更多精彩的视频 别忘了继续关注 斯文皮子 每周更新的节目哟